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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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要风波 无解释的减刑两年 奥运周期限制等等 让人百口莫辩的原因 让廖辉八年努力 却连续错过伦敦和领约两届奥运会 人在巅峰状态 却无处施展 此时的退役 选择格外痛苦和无奈 这样去退役的话 我觉得对不起我自己的职业生涯 我觉得 这几乎是不问任何结果的付出 四年之中会有很多变化 四年之后 不知道又会有什么限制大麻酬 四年之后也是33岁的年龄 做这个决定并不容易 特别难 做选择的之前 确实因为有那种 我想要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任何地方都找不到 我放松的感觉 总有一种压力在身上背着 后来 后来我觉得 通过考虑之后 我觉得我回来之后 回到队伍 到了运动队的第一天 我觉得 他有时候讲 我坚持 我不是为了想得到什么 我就想证明 我廖灰就是 很多时候 放下是一种境界 尤其举重 更讲究举得起 放得下 但因为什么放下 和如何放下 需要深思熟虑 这种东西 我觉得是人生的一种经历 我觉得确实是一种财富 廖灰回来了 虽然现在才恢复一个月 伤大重量还很吃力 但是脸上的笑容告诉我们 现在的廖灰 还挺开心 同期级别的对手们 千万要小心 到运动员 大家伙露出的都是那种 特别开心的笑容 就连一向严肃的 鱼结局道 也难得地开怀一笑 而小龙 龙青泉 正趴在按摩床上网购 给他的儿子 小小龙 买血鱼 大赛在即 莫非 这都是错觉 转天同一张按摩床上 我们又看到了刺牙咧嘴 治疗旧伤的小龙 这是我们熟悉的龙青泉 治疗的疼痛 让人不忍直视 训练管理又恢复了 往日热火朝天的场面 每张训练台上都挥汗如雨 每周四是调整练肌肉 大家都比较放松 其他几天都是我们常见的 咬牙举铁的训练日 几天后 要在赛台上较劲的对手 如今都在同一屋檐下训练 较量 其实早早已经开始了 因为这个选拔办法 里边有规定 如果要是说又拿了冠军 又达到了成绩 下训当中 你的状态又保持得很好 这就有可能就是说 你参加奥运会的这种 几率就会很大了 男子比赛 16号在浙江江山开赛 女子先比 9号到12号 在福建龙岩进行 53公斤级的世界冠军 陈小婷就是龙岩人 这次身为东道主 陈小婷也终于能借比赛的机会 回家看看了 自己现在状态如何 我听说练得不错 前一段时间练得还可以吧 这段时间进入比赛 赛切训练 反正状态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当然也需要一点点运气 非常期待即将上演的 全国举重锦标赛 一向硬汉形象的吕小军 面对女儿也只剩下最柔软的一面 妻子和女儿昨天来到五指山 身为运动员每年和家人 在一起的机会很少 而真要再干四年 孩子都六岁多了 在坚持正好上 想说也是她一个人在照顾 照顾小孩嘛 所以说怎么说呢 既然欠她的 那就欠多一点吧 你给当大夫的太不服务了 也还好 怎么说现在也是一个恢复阶段 相对说他们过来也正好 陪着我一块 33岁的吕小军家庭很幸福 作为举重界的大满冠选手 该拿的冠军也都拿过了 现在还是天津体工大队的副大队长 激流勇退 享受家庭生活是很正常的选择 但是她没选择退出 去年12月 吕小军重回举重队 重新抓起杠铃 33岁的举重手还吃得消吗 举重比赛 可能我们天津还没有举办过 所以说也是想在天津 拿一块金牌吧 再一个件事也是 还是舍不得放弃 这份任务就是 毕竟将近20年了练举重 还是有点太割舍不下吧 她身体没有大的这种伤病 可以怎么说吗 这么大的年龄 她还在坚持 这也是给年轻运动员 老话 人老不服老再过老黄中 对于老运动员来说 同样如此 但这个不服 是建立在绝对实力的基础之上的 吕小军的能力毋庸置疑 他的妻子郭喜燕也练过举重 最终的决定 也是和家人再三权和后的选择 我也是这样想的 目前国内的话 接近我这个水平的话 就是不管是375还是380 有这样的一批小孩要出来的话 有这么一两个出来的话 那我可能我会自然而然的选择 就是选择放弃 因为说实话 举重不能干一辈子 就是 另外必须要提的就是吕小军的好兄弟廖辉 实力超群却接连错过两件奥运会 吕小军也很替廖辉难过 多年的兄弟感情 让他不忍心 让廖辉一个人再熬4年 奥运会完了之后 也是我一直也在休息 通过这一段休息 我们俩也是 就是也是 你也不是实力的人 我也不是 只过是他们就是有点运气差一点 我也有时鼓励他 我希望你就是坚持到2020去 对我的训练料回来讲的话 我说 一大早 石志勇就和其他的东西运动员们 早早地来到了训练场 上午的训练相对轻松 石志勇 冯吕洞和其他的队员们 首先进行了半个小时的热身 团队之间有说有笑 气氛不错 比较轻松 作为上届全运会季军的冯吕洞 既是石志勇的竞争对手 同时也是石志勇的好队友 两人之间经常相互鼓励 虽然上届全运会有着遗憾 但今年的冯吕洞 需要的还是尽快调整 自己的竞技状态 尤其是今年的东迅 面临着即将到来的全运会 整个浙江举重队 其实并没有表现出来的那么轻松 今天那个东迅有点特殊 这是一个特征 另外一个特征就是 作为石志勇来说 奥运会备战了一个周期 刚刚下来 还有一些调整 所以说 计划的进行 对运动员的针对性训练 也会亦比亦加大 一个不当心 是志勇在一次抓骨时 莫迫了手艺 然而这种小伤 在举重队队员的眼中 早已司空见惯了 也许是受到这点小伤的影响 其后两次是 举重队的东运并没有我们看来这般轻松 整整一天的训练之后 运动员们几乎都是筋骨酸痛 一天的高强度训练下来 每晚七点在理疗室里的按摩 成为了运动员们 每天必不可少的项目 一天的高强度训练下来 每晚七点在理疗室的按摩 成为了运动员们 每天必不可少的项目 这将举重对天天如此不间断的 准时准点的训练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